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Mu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2 5th Classroom Exercise 6C 累積頻數多別人的 Part 3 看看題目是例三 以下累積頻數曲線所視為一群 客戶使用銀行櫃位的服務時間 有多少個客戶呢?有文字嗎? 當然有40個人 好, 先看一看 求下列割情況中的客戶人數 使用櫃位服務的時間少於3分鐘 小於3分鐘都是在這裏打一條線 拉過去 你一打完這條線 你會看到有9個人 小於3分鐘就有9名顧客 看A2 使用櫃位服務的時間為6分鐘或以上 6分鐘或以上 先把6分鐘的線放上去 數到33個數據 以上是哪些呢? 以上是由33到40的 那由33到47個人 即是40減走33個人 就有7個人 好, 看看最後 B Part 勇文聲稱者群庫客中的3over8人 使用櫃位的服務時間少於4分鐘 你是否同意? 試解釋答案 好了, 在4分鐘線打一條線 看看多少人再想其他事情 4分鐘線打下去 數到15人 這15個人 即是在這條頻數曲線的較低位置 即是那些人全部用的時間 都是少於4分鐘的 有15個人少於4分鐘 那到底它是否佔整體3over 看看我怎樣寫 因為少於4分鐘就佔15人 所以佔整體就是15over Total幾人? Total我們知道是40人 那就是40 按下計數機 原來就真的3over8人 所以就同意概算 好, 那我都趕了一段時間 到你做這個即時練習3 請你Post Round面之後回來 一起對答案 好, 都是大家的參與 看看即時練習3 以下累積頻數曲線 所視為某公司的員工月薪的分佈 看看Total有多少人? Total有30人 好, 求月薪為1萬以上 但少於2萬的人員工人數 好, 即是說1萬那裡 這個位置 以及2萬那裡 同時間打條線上去 再想想 OK, 那我們打了兩條線 就是2萬的打條線 以及1萬的打條線 1萬的打條線 1萬點來就是8000加12000 加上除以就找到這個中間點 就是1萬的了 少於1萬的人就是15個 少於2萬的26個 中間差多少就是差11個 所以原來答1萬至2萬之間 很簡單就是把26減了15個 就是11人 寫法當然是寫簡單點 好, 看看B部分 A2 A2 求月薪為1萬2000或以上的 員工人數 就在1萬2打條線 看看多少人 1萬2人工打上去 看數據就20顆 即是說少於1萬2就20顆 那你呢 現在不是少於 多於1萬2 那麼 少於1萬2就20顆 Total就有30顆數據 多於1萬2當然是10顆 那你將總人數30 減少於1萬2的20人 那就知道就有10人 就達至1萬2或以上 看看最後 Part B 家民聲稱該公司有三分一的 員工的月薪不少於8000 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試解釋答案 不要想太多 8000號打一條線 看看多少人 打一條線 先看看 原來呢 小過8000呢 就有多少 就有10人 OK 看看佔整體多少 整體有幾顆數據呢 整體就有30顆數據 那所以呢 就佔了整體的三分一 那所以我們就說了 所以呢 不少於8000 其實是佔三分二 因為少於8000 是佔三分一 整體加起來 都是1的 即是整體1 那就減了三分一 就會剩下三分二 所以呢 就不同意該選稱了 OK 我們再細心點 看一次題目了 家民聲稱該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員工 是不少於8000 那我們看8000呢 就發覺呢 就少於8000的佔了10人 就是佔了整體的三分一 OK 那整體都是1的 那你減了三分一 就發覺了 如果是少於8000的呢 就是三分一的人 但不少於8000的呢 就有三分二的人 那就跟他選稱違反所有的 不同意該選稱了 好 那多謝大家了 拜拜